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多么的一个恐慌 我告诉各位 你都必须要知道 在经历了像今天 这样的大跌之后 其实在股票市场 它会存在着做多的机会 往来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把过去的例子 拿来做一个对照 来跟大家做说明 我认为历史 它确实不一定会重演 但是人性是不变的 对不对 今天这个盘 跌掉了274点 但是有1190亿的成交量 之前很多人在说 量能不足 很多人看到 5600亿的成交量 不愿意进场 那我要告诉各位 今天出现了 1190亿的成交量 其实也不是 有很多人在进场 而是有很多人在退场 这个盘的成交量已经够少了 行情已经够低迷了 结果在今天 有1190亿的成交量 还有这么多的人在退场的话 我认为 接下来呢 其实很多股票 它就会形成呢 跌升之后 超跌的买点 很多的股票呢 他们的一个价值呢 就会被低估 你们再看下去 今天这个盘 为什么会跌274点 大家都很清楚 因为呢 大家不喜欢的人 当选了美国总统 对不对 所以导致大盘在今天 跌了274点 导致大盘在今天 他杀出了一根中长黑 那么当这个盘杀出中长黑 我们继续来探讨 后世的发展之前呢 我要跟各位讲 之前大盘在盘的时候 大家说没有量 之前大盘在涨的时候 很多人说 一直涨 那怎么有切入点 对不对 因为没有切入点啊 因为都不跌啊 所以 似乎大家心里面呢 是很期待 这个盘跌下来的 然后才能够做多 然后才能够买 对不对 那今天这个盘 他真的跌哦 而且呢 不是普通的跌 是大跌特跌 跌了274点 是从 9296点 一口气 杀到8926点 盘中呢 杀了370点 所以我相信 有再多的福尔 都被杀出来了 那么 当大盘一口气 跌掉了370点 盘中杀了370点之后 请大家想想看哦 如果这个盘 涨到了9150点 大家说 因为它都不跌啊 涨到了9300 因为它都不跌啊 涨到了9399点 因为它都不跌啊 所以大家认为说 这些地方都不能够做多 一定要等到跌的时候 才能够买的话 那我告诉各位 现在机会来了 但是现在机会来了 我告诉各位 偏偏啊 大家反而会不敢买 为什么 因为害怕 这一次选举的结果 对不对 因为是大家 不喜欢的人呢 当选了这个美国总统 绝对不是喜欢的哦 如果是喜欢的 那不会跌这么多嘛 对不对 如果是喜欢的 应该会有一点 庆祝行情 可是并没有 而且呢 这一次所有的媒体 所有的民调机构 他们所做的民调呢 全部错误 而且错得非常非常的离谱 这证明了一件事情 这证明了 其实呢 有这些民调机构的存在 还有这些媒体的存在 他们只是利用 这些所谓的民调 然后试着想要去操弄 这一个民意 试着想要去操弄呢 选民或者一般大众的一个想法 对不对 王良认为 我们不要被操弄 王良认为 我们不要去理会 而在这里 我跟大家说 今天大盘 跌了这么多 其实哦 大盘指数跌了这么多 其实这个盘 它目前的位置 如果我们看很多个股 只是个股哦 它的一个位置 还有呢 整个市场的心里面 还有现在 大盘 到昨天为止 只剩下1268亿的融资水位的话 其实这个盘哦 跟4000点 跟3000点的时候 应该是差不多 因为 三四千点的时候 大一点很悲观嘛 对不对 便宜的股票很多 而且呢 三四千点的时候 大概融资呢 就是1000亿出头 就是1200亿左右的一个水准 所以其实这个盘 如果看指数本身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呢 收盘是8943 但是哦 它里面的结构 大概跟三四千点一样 那三四千点的时候 能不能买 是可以买的哦 那么 这一根中长黑杀下来 一定让大家都很恐惧 也很恐慌 可是我告诉各位 这并不是最坏的状况 什么是最坏的状况 王良讲了 大家一定不相信 因为大家觉得 哪有什么状况 会比今天还要更糟 对不对 会比今天呢 还要更惨 我告诉你有 今天为什么谍那么多 因为呢 是大家不喜欢的人 这一个川普 当选了美国的总统 对不对 因为川普当选 而且呢 在盘中来讲呢 这一个选举 这个的投票的一个结果 慢慢的出炉之后 这个也影响了大盘指数 还有很多个股 它的一个震浪 持续的往下 那今天是大家 不喜欢的人 当选了美国总统 所以 大家会很害怕 大家也会很担心 可是我告诉各位 这不是最坏的情况哦 而且 就算是大家不喜欢的人 当选总统 其实哦 这个后面的行情 反而是比较值得 让大家期待的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我先来证明给你看哦 我们先来想想看哦 台湾在过去 举办过很多次的 总统大选 对不对 那么 在最近呢 在2008年的时候 2008年哦 谁当选总统 是不是这一个马英九 对不对 而且马英九在当时 应该是大家都喜欢的 媒体都喜欢的 民调也喜欢的 人呢 顺理成章的来当选 这个2008年的总统 对不对 所以在2008年呢 是大家喜欢的人 当选总统 那结果有比较好吗 我告诉各位 结果哦 是史上最惨的 是史上最糟的 所以我跟大家讲哦 不要因为说 有一个大家不喜欢的人 去当选的总统 就以为是世界末日 就以为这个盘呢 会崩跌到 这一个 身不见底 我告诉你 不会 反而不会哦 可是如果是 大家都喜欢的人 当选总统的话 我跟你说 那就完了 你们再看下去哦 今天是 大家不喜欢的人 川普去当选总统 对不对 在2008年的时候 选举结束的时候 第一个交易日 是3月24号 3月24号那一天 大盘呢 涨了340点 那如果你问王良说 为什么你 会记得这么清楚 我跟你说 我一定很清楚啊 因为那天很痛啊 因为在那一天呢 王良其实呢 这之前都是在放空的 所以一下子你看 就要被刚才340点 而且在3月24号是 大家喜欢的人 买酒 当选总统 对不对 那一天呢 大盘的融资 有3143亿 大盘的成交量 有2714亿 所以这是 大家喜欢的人 当选了总统之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 那真正的灾难呢 从他就职的那一天开始 就是520 520哦 在这一个 2000年的5月20号 大盘指数 来到9309点 然后 第二啊你知道吗 然后哦 当时的融资余额是 3686亿 因为这是大家喜欢的人 当选总统 所以从他当选之后 融资本来就在增加 后面呢 还持续的增加 结果大盘 从9309点 不是跌到6700 是跌到3955 这就是呢 大家喜欢的人 当选总统之后 股票市场的走势 那么 如果你硬要说 当选之后 好像也还不错啊 没有错哦 他从9309 9049 涨到9309 他涨了多少 200多点 这个两个位置 差不多差200多点而已 结果200多点的行情 可是一跌呢 跌掉了五六千点 这就是大家 喜欢的人当选总统 结果 这个走势呢 是更悲惨的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 今天我们遇到了一个 在美国 遇到了一个 大家不喜欢的人 当选总统 然后接下来就要完蛋了 我跟你说不会哦 有的时候呢 他反而会有好事发生 各位想想看哦 民调如果都不准了 那现在大家心里面的想法 又怎么样可以去做参考 对不对 也不值得去做参考了 那么在过去呢 台湾的这一个股票市场呢 也曾经发生过 两次 真的哦 是大家呢 不喜欢的人 最后呢 当选总统 而且在选举之前呢 他的这个民调呢 都是落后的 哪两次呢 一次 在这一个 两千年 这一个沉水扁 另外一次呢 是在两千零四年 一样是这个阿扁 一样是阿扁 那这两次呢 其实呢 都没有人 看好这一个阿扁 看好这个沉水扁 对不对 而且呢 这个媒体 你可以想象哦 十几年前的媒体 跟现在不一样啊 对不对 所以那些媒体呢 其实怎样 还有民调 都是怎样 都是呢 这一个 这一个大家喜欢的人 这个比较有可能会当选 对不对 比较有可能会领先 可是结果呢 结果是阿扁 是大部分的媒体 大部分的民调 不喜欢的人呢 最后当选了总统 那后面行情怎么走 后面股票能不能买 后面呢 到底做多 是不是有利可图 如果你想知道 请你锁定我的节目 在广告过后 我还要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 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沉头走顾 王老师 这创股票分析系统 今年72种技术分析指标 带您台中及时选股 做多做空 短线交易 灵活进出 无往不利 入会专线 02752-5868 2752-5868 陈东董户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金钱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陈东董户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过力 独往不利 陈东董户 值得托付 02752-5868 各位看官请注意 购买桶装液化石油器 要与商家签约保全益 如果商家拒签约 应向别家购买才合理 签订契约好处多 寡司重量不缩水 残器用盛可退费 避免纠纷免征益 未来如果不再买 还可退款保证金 契约可至消防署网站 公器契约专军下载哦 内疚部消防署关心您 今天大盘跌了274点 在刚刚节目一开始 王楊跟各位说过 我认为 这一个盘跌下来之后 其实会是一个财富 重新分配的机会 而且呢 今天大盘跌了274点 接下来我相信 你只要好好的盯了这个盘 你只要没有失去信心 你只要在关键的时刻出手 其实在很短的时间当中 就会有非常大的利润 我会利用呢 这个大盘过去的走势 来证明给大家看 那么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哦 为什么 我能认为 接下来这个行情呢 不会太差 虽然大盘今天跌了274点 但这一个下跌 它其实呢 这个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是什么 第二个可能性是 本来大家预期 这一个希拉蕊会当选 对不对 所以呢买了很多股票 融至于而大增 结果 结果希拉蕊没选上 那因为本身 有很多这个预期 这一个希拉蕊会当选的买盘 提早进展 提早去卡位 那结果希拉蕊没有选上 所以出现 失望的卖压 导致大盘间大跌 那我请问各位哦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也许这个卖压 还会再延续一段时间 因为我们不知道之前 期待希拉蕊当选的买盘 买了多久 买了多少 对不对 是不是在一天之内 就可以消化完 可是实际上呢 台湾的股票市场 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哦 期待希拉蕊会当选的买盘 真的 我不骗你 真的没有 你看哦 过去这两个月 离选举越来越近哦 大盘的融资呢 是不断的在怎样 在减少 一直到昨天为止 剩下1268亿 甚至于在今年的十月份 台股的周转率 还创下怎样 历史新低 各位想想看 如果有很多人 他期待这一次选举的结果 而提早去买股票 那融资怎么会减少 那周转率怎么会创新低 所以其实 在这之前呢 没有期待 希拉蕊会胜选 的一个买盘存在 对不对 所以很显然的哦 今天这个卖压 跟希拉蕊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了 跟谁有关系 跟这一个川普有关系 因为川普赢了 对不对 可是在之前 大家觉得川普会赢吗 并没有人觉得川普会赢 没有人觉得川普会赢 所有的民调 所有的媒体 所有人都希望 川普不要赢 对不对 然后呢 极尽所能的去丑化他 极尽所能的去嘲笑他 没有想到 这变成是一个什么 反效果 这跟台湾的选举 还有点像 大家意想不到的人赢了 我跟大家讲 你们再想想看哦 真的之前 大家也没有人期待说 这个川普会赢 大家都觉得希拉蕊会赢 可是现在突然间川普赢了 然后呢 然后本来 本来过得好好的 忽然间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利空 觉得完蛋了 世界末日要来了 很多人说美股要跌10%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就开始杀股票了 所以今天 大盘之所以跌 盘中杀370点 收盘跌274点 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于呢 川普当选之后 所引来的恐慌性的卖压 不是失望性的卖压 是恐慌性的卖压 当然恐慌 可是我问各位哦 是不是真的 川普当选了 大家不喜欢的人 当选总统之后 行情呢 就一定会往下 就一定会完蛋 我告诉各位 不见得 我觉得哦 它有可能让很多人 在未来的 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面 不敢做股票 对不对 这是坏事吗 它不见得是坏事 为什么 因为它让整个股票市场的筹码 变得更干净 那大家在想看哦 过去 如果是大家喜欢的人 像马英九 他当选总统了 最后带来的是什么 我跟各位说 带来的是台湾的股票市场 最漫长的 而且呢 跌幅呢 也相当大的一个灾难 对不对 从9309点 跌到3955点 那么 在当时选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马英九当选了 结果涨了340点 我来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凡是在3月24号 一直到呢 这一个 它就职520 这两个月的期间 下去买股票的 全部都赔钱 而且融资还要断头 因为还有融资可以杀嘛 对不对 那时候融资最高来到多少 3686亿 那你看现在 都已经杀到没有融资了 现在1268亿 其实也不用太担心融资断头的问题 如果真的有 股票一定会聚集 我不敢骗 那你们再看下去哦 当时这个就是大家喜欢的人当选总统 带来节目中跟大家分享 我是要证明哦 就算是媒体不喜欢的 媒体 大部分的媒体 不喜欢的 就算是所有的民调 不喜欢的 民调永远落后的 最后 不小心 很意外的 他当选了总统 有崩盘吗 还是后来涨上去 你们再看下去哦 这个是什么时候 这个在2000年的时候 2000年的3月20号 3月20号那一天哦 跌了多少你知道吗 跌掉了227点 当时跌到227点 然后下一个交易日呢 跌到了8355点 所以你看到 这一个跳空缺口 看到他跌下来 很显然的 那时候就是阿扁当选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 往下的跳空缺口 为什么会看到一个低点 因为 那是一个 大家不喜欢的人 他当选了总统 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后来如果不买股票 就会后悔 为什么 因为哦 我跟你说 有点轻薄的 接下来哦 这个选举的结果出来哦 第一天嘛 对不对 这也是第二天 接下来从 8355点 涨到10328点 10328 这真的有很恐怖 2000点 而且这2000点 不是200点哦 这2000点 在很短的时间哦 大家最爱的 大家喜欢快速的获利 对不对 在很短的时间当中 差不多呢 半个月的时间 他就走完哦 半个月而已哦 你想一想哦 大家喜欢的人 当选总统 没有两个位 200点 而且后面崩盘 没有错吧 大家不喜欢的人 当选总统 两个礼拜 涨2000点 所以今天 这个盘 大跌下来 大家要选择逃避 大家要选择离开 还是要选择去面对 这是不是一个好的机会 那这个2000年的时候 是大家不喜欢的人当选总统 同样哦 2004年 陈水扁更不可能当选啊 为什么 因为有连战跟宋楚瑜 合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大家会认为说 这个连战 所以大家不喜欢的人是谁 还是陈水扁 我们有讲错哦 我讲的大家指的是媒体呈现出来的 不是实际上去投票的 实际上去投票的人心里怎么想 我们根本不会知道 对不对 就像这一次的选举结果一样啊 可是民调呢 做出来的 媒体呢 做出来的 都是怎样 西亚蕊比较好 都是呢 川普比较逊 对不对 但是这跟去投票的人心里想的 不一样哦 那么同样在2004年的时候 又是陈水扁 当选 那么在这里发生了一个 319枪击案 319在这一天哦 319枪击案的隔一个交易日 跳空大跌 跌了455点 为什么 因为本来他可能不会赢啊 可是因为发生这个枪击案 好像会赢了 对不对 大家不喜欢的人 大家在恐慌吗 怕不喜欢的人当选 没有想到真的当选 那真的选举结果出来的 第一个交易日 跌掉了187点 盘中杀到更低 但是我告诉各位哦 那时候跌到多少 6020点 后来呢 一样在很短的时间 从6020点 涨了多少 涨了900点 大家不要小看 这是这个900点哦 各位要想一想 他是从6000点涨900点 是不是相当于 如果我们今天 6000点涨900点的话 这一个涨幅 是15% 光就大盘指数本身 他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呢 就涨了多少 就涨了900点 而且这是一个 大家不喜欢的人 当选了总统之后 结果呢 这一个半个月左右 涨了900点 结果半个月左右 涨了多少 涨了2000点 股票上的走势 它不见得会重复 历史不一定会重演 但是人性是不变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过去 如果是大家不喜欢的人 当选总统 结果呢 没有比较差哦 对不对 结果呢 反而更好 但是你要懂得 及时的去把握住机会 所以我才会讲 我整个人精神都来了 我打算下去大买股票 如果你想跟着我做 我欢迎各位 把握住这个机会 在节目结束之后 能够拿几电话 来加入我们操作的行列 最后祝大家 未来做股票 都能够大赚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